在汽油动力不缺机油和汽油的情况下 我们按照常规操作启动汽油机 汽油动力出现无法启动的时候 首先我们需要先排除是不是机油报警器的原因 具体处理方式是 我们先拔掉汽油报警器的线 然后关掉封门 再稍微打开油门 完成这些操作之后 再重新启动汽油动力 如果动力仍然不能启动 我们就需要检查一下火花塞 看火花塞是否能够正常工作 具体的操作步骤如下 首先我们需要取下火花塞 使火花塞接触金属 检查我们在拉动拉盘时 火花塞是否产生电流 首先展示一下不能正常工作的火花塞 再多次拉动拉盘 火花塞并没有电流产生 然后再看一下火花塞正常工作 拉动拉盘时有很明显的电流产生 如果火花塞不能产生电流 那不能启动的原因就是火花塞出现问题 需要更换新的火花塞 如果更换了新的火花塞 仍然不能启动 那可能就是点火器有问题 我们下期视频再继续分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